嗨,我是塔塔,我又来教作业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的那个他,他还喜欢你吗 OK啊,在我们的面前有三张指示牌 这个是我们的三饼,这个是我们的四饼,这个是我们的五饼 OK啊,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有感觉的 选一组,也可以选多组 选好了之后,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去做一个留言 方便我们去做更多能量上面的交互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认知这段关系 OK,好,那我倒数三个数了 三,二,一 好,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我们抽牌和解牌的环节 OK,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的指示牌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的指示牌 在你的心目当中默念对方的名字 想象一下此时此刻他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到底还喜不喜欢你 好,他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未来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有怎样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抽五张牌看一下 他现在对你的情感是怎样的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首先第一张一张逆尾牌的心必实 好,第二张一张正位的圣杯四 第三张一张逆尾的心必实从 然后第四张一张逆尾的全杖六 好,第五张一张正位的全杖十 OK,我们看一下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吧 我觉得从牌面上面去看 对方其实对你还是会有一点点 会有感情的,好吧 对,但是会有那种欲据还迎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在 而且都是一些小牌,好吧 所以说明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他的认知其实没有什么太核心的本质上面的冲突 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事情 生活当中的人为你,对你们感情造成的这样的一些困扰 或者是帮助 一个个我们来去看一下 OK,首先就是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心必实的能量 对,我觉得最近可能跟自己的原生家庭 对,可能会有那种争执争吵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和能量在 好吧 因为正位牌的心必实其实很明显是一个家境非常殷实的大的家庭 好吧 这个家境当中其实首先资源上面肯定是有的 整个大家族相对也会比较团结一点 好吧 家长其实会有蛮大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 那这张逆尾牌就说明可能他在发展上面 在事业的规划上面,对,在财务的支出上面 其实跟原生的家庭会有一些矛盾 好吧 所以他的有一些支出 他的有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规划 得不到原生家庭的理解或者说是支持 好吧 对,所以这是这张逆尾的心必实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他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家里面有钱 但是自己手头上面可能没什么钱 家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也会比之前的话弱一些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正尾牌的圣杯四 首先我们去看这张是一张对感情牌 好吧 但是这张感情牌它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最近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低谷期 好吧 是他的一个低吵期 他自己其实现在对于感情 他会有那种相对比较抗拒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在 因为他也会再去思考自己可能到底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搞钱 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自己未来的情感上面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好吧 所以这是他当下正在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对你有有情感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在的好吧 只是说你们现在不怎么联系 互动相对来讲也会偏少一点 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重心其实也没有放在对感情上面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对心臂四重牌 对方年龄可能并不大好吧 性格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化对 或者我们讲好听点叫情绪化 难听点叫做稍微有一点点神经质 可能是学艺术的或者是从事艺术相关门内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吧对 所以他在情感上面他的情绪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好吧 其实很难琢磨 所以你有的时候总感觉他真的跟他去沟通跟他去交流 其实会很辛苦会比较累 怎么哄呢也哄不好好吧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下一秒就翻脸跟翻书一样 这一秒还很好 可能下一秒就就就就就会很生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 所以这是这一张逆尾的这样的一个顺别适从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OK 再看一下这张权杖六好吧 这张权杖六我觉得代表着什么样的一种能量 就很可能他自己的手头工作 如果他自己有上班的情况下面 他可能在团队当中他原本是一个leader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团队当中这样的一个领导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能最近他的权威对受到了挑战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很可能他们手头上面正在做的这样的项目 遇见了问题好吧 这是一种能量 我觉得还有一种能量的话可能代表着什么 如果他是一个学生的状态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很可能就代表着他可能是对班级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干部 最近可能某件事情的话做的不是特别好 对他的权威和能力的话受到了质疑 好吧 对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两种能量 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的状态去去去做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正位的权杖十的能量 对他的性格其实会有一点好大喜功好吧 他的性格是有一点点又既要又要的这样一种感觉 他总是会去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畴之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吧 对自己的话能力可能又不太够 所以会做的很辛苦做的很吃力 但是又不舍得放手 所以其实一个自尊心对 其实蛮高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能力的预估也是会有一点自私甚高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于自身的能力的评估也会偏乐观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他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对你有感情好吧 但是你说谈谈得上喜欢或者有多喜欢我觉得谈不上好吧 会偏中性的会有好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 而且他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自己的事情都会有一点点焦头烂额 对去做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做的很辛苦 甚至是遇见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和挫折 他目前也在去思考自己需要破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去反省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现在出现在对现在还在一个折服的这样一个阶段 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有哪些因素的话影响到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对其他三方的这样的一个 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还是因为他出现了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情感的 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哪些因素的话影响到他对你的感情的变化 OK好首先第一个一张逆尾牌的魔术师 好第二张一张逆尾牌的权杖骑士 好第三张一张逆尾牌的圣杯发 OK好一张正位的权杖圣杯皇后 好第五个就是一张逆尾牌的权杖石 你看其实我觉得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起到一些有积极的有消极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张逆尾牌的魔术师这张牌 逆尾牌的魔术师我觉得这说明一个问题 他本身是他的性格的原因好吧 他的性格可能本身就是会有一点点比较张扬的 会有一点点表演型的这样的一种人格好吧 他的口才很好天花乱坠 但是往往做事情的话不切实际好吧 不落地心思也不太定啊 对这就是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魔术师这样的一个牌 就是他满身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才华 他可能没有放在正道上面对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点习惯性的脏话惹吵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好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在 就是他的性格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缺陷 好第二个就是一张权杖骑士 我觉得权杖骑士代表着他除了说这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心臂是从 正背是从代表着他情绪上面的不稳定之外 那这张权杖骑士则代表着他能量 其实是跟这张对魔术师我觉得是一脉相成 能力能量上面很强 对火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圆对氛围 其实是很浓烈的 所以你跟他在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你经常是能够感觉到对方很热情 对方能够调动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给你去提供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让你感觉很happy 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但是呢你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 他会有那种三分钟热度 他上头很快下头也很快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的脾气有点暴躁 情绪的话非常的不稳定 做事情可能有点点不够大脑 单纯的去凭直觉 所以对方其实是这方面火元素能力很强的人 欲望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人 好不好 对 所以他很多时候的话就会很 就会呈现出一个很滑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 所以他需要这个地方跑一跑 那个地方跑一跑 好吧 他的工作的场所 或者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呆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其实都不是特别固定的 需要经常去移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智商是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心臂 其实是呈现出的能量 所以这也是你们感情的话出现问题 对 经常他不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因素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圣杯吧 你会排的圣杯吧代表着救人回归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好吧 救人回归的能量 这可能就在你们在感情出现问题的这段时间 或者说你们正在刚刚开始接触暧昧的这段时间 可能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他以前有过一段美好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人 又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他们之间的话又重新插出了火花 所以很可能对方的话是以前对对方的话主动去把他去给甩掉的 或者说对方的话是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他的身边 最近这段时间回到回来了 所以他们之间会有那种救情复燃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这张是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圣杯吧的这样的感觉 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对 这张圣杯王后牌 这张圣杯王后牌是一张怎样的能量牌 我觉得这张圣杯王后牌其实 有两种意涵好吧 第一种意涵则是代表着对他那个救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对他自己会比较吸引他的或者在你们感情当中起到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救人的能量 可能对方年龄会跟你心目当这个他的话是同一样 或者甚至是年龄会更年长一点好吧 但是很漂亮 性格上面的话非常的温柔 很很很追求细节 追求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人 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血元素的能量 其实非常的充沛好吧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其实跟对方的话不是很搭好吧 性格上面其实一个一个好动 一个喜劲 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和冲突 但是对人很温柔 做事非常的细致好吧 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两种能量遗憾 一种能量遗憾代表着对那个救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遗憾 我觉得如果另外一种很可能就代表着 在他的心目当中你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 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其实 他还是认为你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你甜心的安静的性格 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其实对于他来讲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能量在 而且我认为可能这样的女士的话 是能够去吸引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点 也就是他喜欢的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他喜欢的就是那种颜值很高的这样的一种异性 好吧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之间之前能够开始 或者说你们之间能够暧昧 能够相互表达喜欢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权杖石 我觉得这张权杖石的能量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能量 就代表着可能他觉得他有一点点想抓抓不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对 一方面我觉得代表着两种意涵 第一种的话就是工作的原因 好吧 确实他可能最近工作出现了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了 对 甚至是会有一点点失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因为这张逆位牌的魔术师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好吧 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把精力都用在正式上面 所以才会呈现出一个逆位的状态 对 就拿来去勾三大四 照风一点 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 好吧 就是工作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还是在情感上面 好吧 对 他会有那种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我们去看另一位牌的圣杯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很可能就会觉得同时维维维系 对 一段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他觉得很累 很吃力 好吧 所以他选择放弃某一段 好吧 那可能现在可能选择就是放弃跟你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美也好 或者说情感性也好 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当然也有可能去选择放弃 对那种死灰复燃的那一段情感性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还是讲世在人为嘛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未来你们之间的情感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 是吧 有没有可能 从然爱火 是不是 或者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吧 看一下 未来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这五张牌 好 首先第一张一张逆位牌的情侣牌 好第二张一张魔术师牌又只是魔术师的能量出来了 好第三张一张逆位的圣杯骑士 OK 好 然后第四张一张皇后牌 第五张一张逆位正位的这样的一个心臂器的能量 好吧 我们去看啊 我觉得这五张牌总体的能量其实是蛮好的 好吧 大牌其实会偏多一点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未来其实还是 不管是说有没有那种回头的 对 从就 从然就醒的这样的一种希望 我觉得至少对于你们未来的情感线 我觉得其实都是蛮好的 好吧 首先看这张情侣牌 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情侣牌 我觉得这张逆位牌的情侣牌 其实代表着对方心里面其实是有你的 对你其实还是 我觉得是很喜欢的 而且是那种很精神属性的这样的一种喜欢 脱离的物质层面的这样的一种 所以他有的时候 经常也会也会去想起你来 但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模式是不对 好吧 对 很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女生会显得相相对会被动一点点 所以这段关系当中 会有那种相互抽离的 逃离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能量在 所以我觉得你们情感激素的话是OK的 再去看一下这张正位牌的魔术师牌 好吧 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想要重新的 对 旧情复燃 我觉得这张魔术师的能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你心目当中 那个他他其实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人 好吧 能量很强的人 他的欲望也很强 而生理需求相对来讲 也会比较强一点 好吧 对 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 他能不能够把他的精力 把他的时间 花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重要 好吧 他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的能量 用在工作上面 用在事业上面 我觉得很可能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关系就能够得到一个逆转 好吧 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张黄后排 这张黄后排 我觉得其实有一种意涵 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代表这段关系当中 其实女生首先 家庭条件其实是蛮好的 而且女生的那种性格 可能有一点点微胖 或者我们讲不讲微胖 我们讲性感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很很很 很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相貌 可能喜欢穿的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这样的一种衣服 性格上面的话 也会比较慵懒 比较随意一点 但是整个的穿着也好 妆容也好 其实都会非常的精致 就这样的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其实对于你心目当中那个人 其实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明白吗 对 而且可能女生的年龄 会比男生的年龄略微大一点点 家庭条件可能也会比男生的家庭条件 会稍微好一点 至少不差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男生的家庭条件 其实还是不错的 好吧 我觉得而且这里面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种暗示 如果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们想要得到一个突破 很可能暗示着我们家皇后 皇后代表着女性的这样的一个 反指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或者我们讲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如果的话 可能你们如果你会去 比如说有宝宝 或者怎样 你们可能之间的关系 就能够从这个阶段突破到下一个阶段 好吧 虽然有问题 虽然有障碍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蛮大的这样的可能性 好吧 我们在这三张牌当中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 你们之间的未来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这样的可能性的 但是也会有蛮多的这样的一个限决条件 好吧 对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两张小牌 首先的话是这张逆尾牌的心臂 逆尾牌的圣杯骑士 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会有两种意涵 第一种意涵 我觉得代表还是代表着对方 其实会有一种蛮花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它会有蛮多的这样的一种 它虽然很会玩浪漫 很会去给你去提供情绪价值 会为你去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些惊喜礼物 浪漫的一些情节 但是它也不只是给你 它也会给别人提供这样的一些情绪价值 好吧 我觉得这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心臂骑士牌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 它会有那种 还是性格上面会有一点点花心 情绪上面会有一点点不稳定 你看从骑士到适宠 都是圣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人物牌 我觉得这是一种 第二种能量 我觉得很可能在 如果你们彻底分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很可能在将来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像白马王子一样 缓缓地去向你走过来 然后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会把自己的时间 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 就给你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 但是它有可能的话是个海王 对 或者是海后 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呢 它会把你的情绪价值的话拉满 而且这样的人也是会觉得 就这样的一个信念 也是你会很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类型 好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 对 心臂7的 心臂7的能量 我觉得代表着一个什么 对方觉得很无聊 好吧 对方觉得很无聊 对方会觉得 你心不当中这个人 他会觉得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又累 又无聊 是吧 又没什么收益 好吧 所以他自己其实会有考虑 想要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突破 想要有一些新的机会 好不好 对 想要有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从他 心不当中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对方其实是一个蛮喜新厌旧的这样的一个人 蛮追求新鲜感的这样的一个人的 他对待工作 他对待财富 他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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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性格 会有一点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想着锅里的这样的一种一种状况 好吧 对 所以他的 他其实是会求新 求变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点 好吧 当然他也不是很缺钱 好吧 对 其实是有的 那只是说现在在考虑一些新的机会 同样的 他即便是将来你们重新再组在一起 他也可能会 会考虑的话 有新的这样的一些 有新的更合适的人 他也可能会选择 别人 好吧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从盘面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 情绪特别稳定的人 或者我们讲很专一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但是呢 确实很帅气 能力也很强 是吧 也可以给你去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 好吧 这就是我们底属的能量信息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情况下 记得给主播点点赞 点点订阅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家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指示牌 我们的四桶 OK 让我们闭上眼睛 深呼吸 清空下我们的能量 想象一下 此时此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想象一下他的名字 他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喜欢你 OK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去看一下 他现在还是不是在喜欢你 对你的情感的话到底是怎样子 喜欢还是不喜欢 以及他个人目前的状况 到底是怎样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一张黄底牌 OK 第二张 一张立位牌的圣北舞 第三张 一张正位牌的权杖六 好 一张立位牌的宝剑八 一张立位牌的权杖三 OK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觉得 对方对你其实是会有感情的 但是会以失望会多一点点 好吧 以失望居多 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黄底牌 好吧 对这张黄底牌 我觉得就会有几种意涵 首先第一个意涵 我觉得代表对方的性格 其实是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很霸道 对说话的话 说一不二 对 有米 有钱 对生活当中 尤其是物质层面 不缺 身边总会有几个人 听他办事 可能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说企业主 或者说是土豪 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这边 好吧 总而言之 很有权威感的这样的一个人 说一不二的这样的人 性格上面 其实非常的强势 甚至是有点霸道 好吧 对 OK 但是呢 对在情感上面 他又会相对比较被动一点 好吧 至少他不太愿意去主动 他觉得太主动 有一点点丢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能量的性格 代表着 他的年龄应该在30加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年龄的话会有一点点偏壮 偏偏偏偏偏偏 偏偏偏 偏偏偏偏 偏偏偏偏偏 身材相对来讲会比较魁梧的 好吧 对 可能会留一点点胡子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第三点的话是什么呢 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觉得他相对来讲 他是愿意付出的人 但他愿意付出的更多的是 比如说是金钱 反而来讲 对于情感的付出 对于时间的付出相对来讲 我觉得他会比较令设一点 所以这张谎地牌 你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有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 好吧 对 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压迫感 OK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那小牌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逆位牌的圣杯舞 我觉得他其实并不太擅长处理情感上面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吧 他可能能力的强项的话 更多的是在工作上面 在事业上面 在人员的管理上面 可能对待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他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 我们知道圣杯舞其实是非常阴谋的这样的能量 他觉得很可能 他面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困局 跟面对和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问题 他会有一点点一筹莫长的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逆位的 圣杯舞的他的情感性的能量 反而来讲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为什么呢 他会选择说 那我已经他不好的地方 是吧 那我就不要老是去看他不好的这样的地方 我回过头来去看一看对方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他已经开始慢慢慢慢转变了 可能刚开始的话是很讨厌你 一想到你 我觉得很烦 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会开始慢慢去想一些 你身上的美好的那样的一些点 想一些你们之间曾经发生的一些 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好不好 所以的话 他对你的这样的认知 一点一点出现了一点改变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权杖六 权杖六 毫无疑问的话 他在工作当中的话就是一个赢家 对就是一个赢家 他身边有很多人 有很多组织 有很多公司的话 希望向他发起挑战 像挑战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挑战他在公司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好吧 但是这些挑战者都是纷纷落败了 所以他的性格总体来讲 其实是一个蛮强势的人 他对于自身 其实是非常自信的 总是习惯性的 居高临下的去对待别人 好吧 这是这张 对 权杖七 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和意涵 在这边 好吧 那我觉得在情感当中 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也会习惯性的会更强势一点 习惯性的会居高临下的 用一种命令式的这样的一些扣望 去对待你 而且在情感当中 相对戒备性其实是蛮强的 他轻易不太相信别人 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宝剑吧 逆位的这样的一个宝剑吧的能量 那我觉得他现在会感觉到很迷茫 很失措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觉得在这里面会有几种遗憾 一种遗憾就是这张逆位牌的宝剑吧 我们知道风源书 其实代表着知识 事业 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很可能对方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大老出的这样一种状态在 好吧 对 他当下遇见了这样的一些困局 困局是什么 他会有一点点麻 人会有一点点木 这样的一个困局在于 他不知道如何去破这场局 他可能是因为知识不够 事业不够 知识储备不够 所以导致他是进退失据 好吧 不知道怎么往前走 后面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去往前走 这是事业层面的 那如果我们说从情感层面来去讲 这张逆位牌的宝剑吧 我就认为他在情感当中很可能他刚刚经历了背叛 好吧 很可能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他认为在他的视角当中他认为你不听话 他认为你背叛了他 好吧 对 你把他放逐了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当中你把他扔在了角落 扔在了边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让他一个人自身自灭 所以他其实内心对于你来讲 还是会有一些怨恨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的 而且他不知道怎么办 进退失据 他其实又蛮喜欢你的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放下自己的面子 放下自己的尊严 去跟你去求和 去跟你去道歉 去求你回经转意 回头好吧 这是他做不出来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 打死不认错 好吧 对 所以这张逆位牌的宝剑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两种能量在 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位牌的权杖三 我就刚刚去说了 如果说从事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他的规划不够 他的战略能力不够 他的事业不够 他的知识不够 所以导致他在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事业的执行层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对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如何示好 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了一些岔子 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导致他现在此时此刻会有一点点心房意乱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去看在整体来讲 这一组牌当中 他对你充斥了这样的一个情感 我觉得是会比较复杂一点 他如果说一开始对你的话是有一点点怨恨的情况下 那现在他逐步的已经把对你的那种怨恨的话放下来了 开始有一点点缅怀你们之间发生过的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情感关系有一个转向 但是你说能谈得上喜欢吗 我觉得谈不上喜欢 我们又换一个词叫做怀念 相对我觉得会更加准确一点 好吧 那此时此刻他在忙什么 他这样的性格的人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其实还是会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 好吧 他的事业可能是因为自己视野的问题 是因为知识瓶颈见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暂时处在了一个落地直行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这股张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是因为其他的这样的人 或者说新的情感关系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感情变化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首先第一张一张宝剑权杖8逆位的 OK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张 好一张正位的心壁石 OK好来看一下第三张一张正位的权杖6 好再看一下第四张 好吧 好一张逆位的圣杯四重牌 然后一张逆位的圣杯七 OK好我们去看一下好 那这段感情当中的话有哪些因素的话可能对你们感情的话产生影响 好吧 来首先的话我们去看 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小牌 所以我认为对方其实是一个蛮重视细节的人 他其实一直有在默默的去观察 好吧 他在期待你有一个符合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或者说一些变化 一些动作 好吧 那具体哪些动作的话是符合他心意的 哪些动作可能是让他觉得有一点点疲惫不堪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吧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这张逆位牌的权杖8 我们知道权杖8代表着一种出行的这样一种能量 快速行动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觉得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8代表着在你们的情感关系当中 你们以往的情感关系当中你们会有据少离多这样的能量 很可能的话是对方确实是太忙了 好吧 对经常需要没有办法被迫全国各地到处去跑 是吧 甚至是会经常出国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对这张逆位牌的权杖8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好吧 这除了这个之外还代表着什么 那他 对可能需要经常去出差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追上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以你们之间那种分离的能量的话会比较强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代表着什么 就你们之间相对来讲关系是比较松散的 你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样的一些羁绊 好吧 你跟财产上面的话没有关系 是吧 时间的话维度又不够 两个人之间没有彼此共同的这样的一些羁绊 所以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解数的成本相对来讲是会偏低的 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结构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对 心碧石 我觉得对方其实是一个蛮重视家庭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他内心当中其实蛮渴望找到一个能够跟他去门当户对 最重要的是能够对他工作对他事业上面产生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所以你去评估一下你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优势 好吧 如果你有优势你的家庭同样也是比较英实 你跟他对方就有门当户对的这样的能量 我觉得他大概率会选择你 好吧 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总体来讲 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的 好吧 对他其实会蛮重视对方的家庭是不是和谐的 整个的家庭结构的话是不是完整的 是不是健康的 好吧 对家庭有没有米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考虑 这是他在他的考虑当中 起到一个非常正向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权利 好吧 然后再去看一下这一张权杖六 看到没有 对我们在这张皇帝吧 他其实很在意很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工作 在意自己的事业 好吧 他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的事业产生帮助的情况下面 在他这边的话是会加很多分的 能够帮他成为赢家 能够帮他的公司的话拿到项目 能够帮他的企业 能够帮他事业的话争取的支援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去看这张 新币十和这一张权杖六的能量 我觉得总体来讲 我们说四个字吧 一脉相承 好不好 对 都是一些非常务实的思考和需求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 在他心目当中相对来讲 比较减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孩子气 好吧 情绪波动大 很喜欢捉 的这样一种能量 为什么 这张逆位的圣杯适宠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他很讨厌消耗他经历的人 情绪不稳定的人 情绪没办法去预测 需要他花很多时间的话去哄的 去照顾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能量在 他可能会觉得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多精力 好不好 对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照顾他 好吧 对而且可以看到这张逆位的圣杯适宠 我觉得可能在对方的眼里面 你就是一个小孩 好吧 你的年龄会比较小 你们之间有蛮大的年龄差的 好吧 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对这张逆位牌的圣杯期 我觉得这张牌 其实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 这个意涵是什么 这张逆位的圣杯期 则代表着 其实可能 他很讨厌对方有很多讨话 他很讨厌对方的话 有很多异性缘 好吧 他很讨厌对方会有那种 招勤募处的这样的一种 状况 好吧 他希望对方其实会有一个 蛮坚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其实不怕你涂他什么东西 他不怕你涂他这个人 他也不怕你去涂他的这样的一个财 他就怕你一会儿想要财 一会儿想要这个 一会儿想要那个 他就怕你身边 有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吧 那这就是我觉得 在他的价值体系当中 影响到他判断的 这样的一些因素 有工作上面的 有事业上面的 有空间 有距离 有情感上 对 也有家庭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能量 给你去做一个参考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未来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 好吧 你们是彻底的消失在对方的生命当中 还是说 有机会 从 从然就爱 重新复合 或者说彼此都找到各自的这样的一个阵暗 我们一起来抽五张牌的话 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张 正位的力量牌 OK 我们再看第二张 好 一张逆位的权杖 圣杯国王 好 一张逆位的圣杯王后 一张逆位的心碧王牌 好 一张逆位的杰志 好吧 OK 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你们之间 想要有一个 比较长期稳定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相对来讲 会比较困难一点 好吧 对 可能不是特别的契合 我们看一下你们之间更多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是这张力量牌 好吧 这张力量牌 我觉得代表着其实对方他 相对来讲 他的情绪是比较稳定的 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对于自身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他的要求是非常的明确的 他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 好吧 所以他能够控制自身的这样的一个 对你的思念 对你的欲望 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喜欢 好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代表着 以后你们会见面 好吧 而且你们见面之后 可能会发生一些关系 好吧 对会有一些身体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交集 好吧 对 但是不涉及到灵魂层面 好吧 对 这是一个 而且你们之间对身体方面 可能会比较和谐一点 好吧 对 我觉得这也是他迷恋你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再去看一下这张力尾牌的 圣 对 节制牌 好吧 我觉得这张力尾牌的 节制牌代表着 你们之间的沟通 始终会存在非常大的平静 或者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们甚至有可能在将来 一见面的话就会争吵 好吧 对 会经常去吵架 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很难对齐 好吧 你们之间对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认知的话 有太大的参差了 好吧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节制牌 其实是什么 我们潜意识和显意识的 这样的一个对接 能量上面的这样的一些交流 你们在竞争层面 其实是会有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吧 所以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可能很难融洽 对于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认知 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别 好吧 对 我觉得这张力尾牌的节制牌 总体来讲 代表着你们分离的能量 相对来讲会更强一点 就会见面 但是你们的沟通 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结果 好吧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人物牌 那一张圣杯皇 对 圣杯皇帝 还有一张 对 圣杯王 王后这张牌 我觉得这 这一组牌当中 可能代表着一段 对 夫妻牌 好吧 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代表着 对方其实可能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 跟你是有 可能是有露水情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吧 对 所以这里面两张人物牌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好像显得你是那一个 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当然如果说你跟对方的年龄差别不是特别大 你比如说这张皇帝 他可能年龄是三字架 你们之间的年龄是比较适中的 是吧 年龄差的话是三岁到五岁之间 基本上童年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呢 可能就是这一张 对 这张逆尾牌的皇帝牌 国王牌和皇后牌 也可能会代表你们双方的这样的能量 好吧 但是你们双方的能量 在将来你们相遇的过程当中 不会很和谐的 彼此之间 会有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逃离的能量 好吧 我觉得其实不论哪种意涵 一种的话可能代表着对方 是吧 对 两个人的话可能就是一对了 你是一个三方的能量 一种的话就是代表你 但是代表你 你们两个人之间都是 各自的话都很倚谋 各自的话都有话不说 各自的话都希望别人去猜 别人去理解自己 好吧 所以导致你们之间会有那种 相互背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关系 好吧 对 这是国王和皇后在这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 对 新币王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不好 这张新币王牌 我觉得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新币王牌 硬要在一起 可能对方的话是要砸钱的 明白 如果说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好吧 对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们之间未来 我觉得可能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可能对 对方的话可能都要花不少钱 或者说你要花一些钱 好吧 对对物质上面付出的话是基本的 对 可能每一次见面的话 都要付出一些 好不好 对 这是这是一个能量 或者我们讲一下损失一笔 开销一笔 好吧 对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说我觉得也暗示着你们之间 可能会存在一些内耗 即便是两个人勉强在一起 或者说两个人重新在一起之后 可能对于彼此这样的一个经历 会有蛮大的这样的一个牵扯 对于财运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未来 这个五张牌 未来代表着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还会发生一些关系 好吧 但是总体来讲 想要一个长期的 稳定的良性的这样的一个 互动的 和谐的关系 相对会比较困难一点 好吧 OK 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情况下 没的话 记得给主播 点点赞 点点订阅 最后所有看完我们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节目再见咯 拜拜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张的指示牌 我们的武桶 在新闻当中 莫念对方的名字 想象一下 他此时此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现在还 是不是在喜欢你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 来 首先去看一下 你兴当那个他他现在对你的感情是怎样子 喜欢多一点还是讨厌多一点 还是说对吧 不想提及的能量多一些 好吧 我们一起看一下 是不是还喜欢你 偷五张牌 首先第一张一张逆尾牌的宝剑国王 第二张一张逆尾牌的全杖室 好第三张一张逆尾牌的圣碑室 四张一张逆尾牌的教皇牌 一张逆尾牌的情侣牌 OK 我们看一下 好 大牌的角度来讲 就是这张逆尾牌的教皇牌 还有这张逆尾牌的情侣牌 我觉得你们其实有蛮强的 私奔的这样的一种能量的 好不好 对 对 OK 首先我们去看 教皇牌这张能量 我觉得首先代表着 对方的价值观 其实是会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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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叛逆的 好不好 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遵从 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对 他有一点点违背家庭的这样的意志 所以他也可能得不到 家族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很可能他的家庭 原生家庭也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 这样的一种家 对 一种一种家庭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代表着 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家长 可能来自于比如说像老师 对 军工教啊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些家庭的背景 的氛围会相对来讲比较浓一点 这样的一些家庭 他其实还是比较讲究秩序 讲究一些传统 对 尊卑礼仪 他会讲究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就你心目当这个人呢 他不care这样的一些东西 好吧 所以他根本无所谓 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 他有一点点叛逆 有一点点逆声来的 这样一种意思 所以显然他的家庭 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其实也是不够的 好不好 对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情侣牌 那这张情侣牌 我觉得其实代表着 对方其实是蛮喜欢你的 好不好 对 其实是非常喜欢你 但是你们的问题在于哪里 你们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契合 或者有一点点不配的 这样的一点 落差的这样的一个点 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你们的价值观 可能是会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冲突 因为这张逆尾牌的 叫黄牌 还有这一张逆尾牌的 这样的一个情侣牌 出现在这里 组成一对 我觉得可能你们的 冲突矛盾来源于 其实还是会有那种 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 矛盾和冲突 这是一个 好吧 另外一个就是 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可能相对来讲 女生会比较被动一些 男生会相对 会比较强势一点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 两种意涵在这边 好吧 OK 这个是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大牌 我们去对话看一下小牌 他现在对你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愫 以及他现在的能量状态 到底是怎样 好吧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 这张逆尾牌的 保健国王牌 那这张牌代表了什么 首先的话去评估一下 他的年龄 好吧 他的年龄如果是30加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 我觉得他可以可以对应这张保健王牌的这样的能量 好吧 如果说他不是一个30加 他年龄比较小的情况下面 这就有可能代表着他父亲的 或者说是他老师的老板的上司的这样的一些能量 好吧 OK 我们去看一下 这样的人在这里面的人物牌 他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人物性格 首先他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人格上面稍微有一点点攻击性 明白吗 人虽然很聪明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攻击性 他的性格有一点锋芒毕度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而且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是他的老师 或者说是他的长辈 或者是他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代表着对于此时此刻 他正在接受他这样的人的打压 对于你心目当中 他其实会有一个打压的 会有一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好吧 对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如果说代表的是他本人 你心目当中 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代表着对方其实他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 好吧 他的内心 他虽然很聪明 视野非常的开阔 但是的话 其实他会有一点点 对 会有一点比较铁石心肠的这样那种能量 好吧 就叫真的猛是敢于直面凌厉的鲜血 真的猛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我觉得他会有这样 如果说是正位 我觉得是猛式的能量 好吧 如果是逆位代表着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狂徒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会拎不清楚 会有一点点伤害到你 他爱的这样的一个人 一不小心的话伤害到对方 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对 具体就是看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些差异 然后再去看一下逆位排的权杖势 对 工作的状况相对来讲也会比较糟糕一点 好吧 他有可能会有失业的这样一种能量 至少他现在觉得自己应对自己的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了 他已经想要放弃了 好吧 他不想再去坚持了 对 我觉得这里面工作的能量会更强一点 好吧 对 他现在我觉得是受到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低谷 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打压和否定 好吧 也来自于家庭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精神方面的压力 工作方面的这样的压力 让他觉得他自己不堪重负 对 疲惫不堪 他已经想要放弃了 好吧 对 他不想去挣扎 他不想对 他不想继续叛逆下去了 他已经吃够了叛逆的苦 会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再去看一下逆位的圣杯师 好吧 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会代表着两重意涵 对 第一重意涵的话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在这段关系当中 他对你的话其实非常的失望 好吧 他一开始可能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伴侣 他觉得他能够有机会跟你一起组建 一个幸福的家庭 好吧 但是呢 他因为可能经过了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因为家庭的价值观的影响 或者你们之间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冲突 导致他这种理解 他这种幻想的话泼灭掉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战 好吧 还有一种能量的话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跟他家庭决裂的这样一种能量 好吧 因为圣杯师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 家庭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好吧 而且这个家庭精神属性的话拉满 物质属性相对来讲的话会弱一点 但是精神属性的话直接拉满了 那在这里面呈现出逆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代表着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决裂 好吧 所以我们去看这五张牌 其实代表着他现在此时此刻的状况能量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他他遭到了一整个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打压 跟家人家人的关系不好 工作工作不顺利 是吧 爱情爱情 你觉得非常的遗憾 对 然后又觉得很辛苦 很累 很很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 好吧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能量很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他仍然喜欢你 对 但是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喜欢很失望 对 一方面的话是很失望 另外他既是对你很失望 他其实也是对于自己很失望 他对着这段感情他没什么信心 好吧 所以如果说他选择离开你 一定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 是因为他觉得你们之间不适合 没有办法去在一起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 变化 好吧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因素对于他 他的感情的话会有一些影响 好吧 会有哪些影响 OK 我们看一下 好 首先第一张一张圣被石 好 第二张一张逆尾牌的心臂王牌 好 一张正位的女祭司 好 一张逆尾的心臂6 一张逆尾的宝剑王 保 正位牌 OK 我们首先去看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张女祭司 我觉得 真正能够吸引他的异性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于他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不好 他的可能原生家庭是那种很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 很教条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 好吧 但是他骨子里面又会很喜欢那种 传统的比较教条的这样的一种异性 而且他其实是蛮喜欢那种高知的这样的一种异性的 你很 他觉得知识很性感 喜欢的是你的大脑 不是你的身体 对于他的工作 对于他的生活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性 他就是这样的人 是对于他来说 是有着十分充足的魅力和吸引力的 他骨子里面其实会喜欢这样的人 如果对你心目当中他的话是个男性 你是个女生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可能他会喜欢你穿 相对来讲穿着会保守一点 学历比较高 很聪明 可能在艺术上面 在创意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灵感 可能喜欢你去穿一些连衣裙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长裙的这样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对他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信义 总而言之你不能表现得很蠢 你要表现得很蠢 他可能会 会很下头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立尾牌的宝剑牌 好吧 我觉得宝剑牌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他的内心会有那种 黑白分明的这样的那种感觉 好吧 他的内心会有一点点揉不进沙子 这样的感觉 就会跟这张宝剑国王牌一样 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力 所以他其实不太喜欢一个人含寒乎乎的 一个人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 他不太喜欢一个没有正义感 没有是非观的这样的人 反而来讲他觉得没有关系的 你说喜欢就喜欢 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 你表达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给我 不要说在中间大插边 不要跟我玩那种灰色空间 是吧 很直求的去表达你自己的观念 就OK了 我确实可以解释 我反而来讲我会欣赏这样的人 所以他其实性格里面 他会有一点点黑白分明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他不喜欢挡马虎眼 他不喜欢没有原则的这样的人 好不好 对 所以他内心其实有蛮强的这样的一个正义感 有蛮强的这样的一个是非感 至少在他眼中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具体的一些小块 首先的话 是这张盛北史的这样的能量 他其实内心当中 其实还是会渴望来自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来自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既想要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伴侣 首先这个伴侣的话不能太事快 不能太物质 你看到没有 对 这张女及时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就在这边 他会更加重视精神属性一点 这是一个第二个什么 他其实很渴望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去做一个自洽 或者说和解 好吧 对 爸爸妈妈去拥抱他 去肯定他 他也去拥抱和肯定自己的父母 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寻求跟自己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个和解 好吧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逆位牌的新币王牌 还有这张逆位牌的新币六 我觉得对方其实会有一点点精神洁癖的这样一种感觉 他好像有一点点视金钱如粪土的这样一种感觉在 好吧 反正至少我觉得在他的世界观当中对于钱不是特别的在意 好吧 但他又会讨厌那种乱要钱的人 你要你要是特别的爱花钱 你要是经常找他要钱 他会很不喜欢 他会很讨厌 他会讨厌那种没有财富观念的 讨厌那种败价的人 把钱看得很重的人 好吧 这是一个 还有这张逆位牌的新币六 我觉得代表着一种叫做斤斤计较 好吧 对 他很生怕自己吃亏了 对 受到一点损失 哭天喊凉惊天动地 这是他非常讨厌的这样的一点 所以他内心其实是有着对于伴侣 有着蛮高洁的这样一种精神属性的要求 反而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蛮识快的人 你是一个充满同座位的人 我觉得在他眼里面肯定是毫无吸引力的 他会即便是一开始再被你吸引 他也会慢慢慢慢开始变得不再不喜欢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未来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 你们之间有没有可能从而来的旧情 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发展方向 彼此各自找到了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幸福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抽五张牌 好 首先一张逆位的皇后牌 圣杯皇后 好 一张逆位的圣杯舞 一张逆位的宝剑石 再看一下一张逆位的秘密之轮 好 最后一张 一张正位的全帐国王牌 OK 我看一下 我觉得你们其实没有什么这样的一种机会了 好不好 对你们未来的话可能很难说重新去回到从前 一如既往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破镜重圆的能量 首先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这张逆位牌的命运之轮 因为这里面是大牌的命运之轮 他会觉得他只要想的 就是你们很难 明白吗 你们如果想要去重修最好 破镜重圆 或者想重新在一起 重新相互喜欢 有着更深远的这样的发展 非常的难 我们讲叫事倍功半 因为这张逆位牌的命运之轮 你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不顺 约会的时候的话 怎么下雨 去吃东西的时候的话 就是什么塞啊 等等等等 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总而言之 只要你们想往那个方向一起去实行 你就会发现有点倒霉 做事情的话就没那么顺利 好吧 这是这张命运之轮这样的能量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 还有一种能量就代表着对方内心的这样的一个领 他不乐意 他不开心 他不愿意 他不快活 好吧 所以这张命运之轮 他才会呈现出逆位的这样的状况 也就是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能量上的看法 对你的这样的看法 其实是蛮根深蒂固的 他倾向于那种逃避 或者说有些负面的这样的一些看法 好吧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能量 好吧 来首先我们去看一下 还是这样子的 这张逆位牌的 对 这张这里面的两张人物牌 一张是逆位的圣杯皇后 还有一张是正位的权杖国王 如果你们都是同龄人 你们的年龄都是在三十家左右这样的年龄 我觉得在你们的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当中 会有那种极致的反差 就一个人极度的阴谋 极度的安静 好吧 极度的细节 细致 极度的去抠细节 总之不放过任何一点小的瑕疵 小的细节 好吧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人大大咧咧的 好吧 一个大男子主义 他的眼睛里面 他柔不得沙子 他不是柔不得沙子 他是看不见沙子 他总是抓大放小 所以他总是大大咧咧的 然后回家去 袜子啊 衣服 随地随处乱扔 你要跟他去讲 他没关系 反正都要去洗 我倒是一起去洗就好了 好吧 而且说话做事情 大大咧咧 说一不二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情绪上面 很难注重一些细节 对 会有那种大男子主义的 这样的一种风范 眼睛里面 也不会察觉一些细节 更没有办法去 跟逆位的圣杯王后排 去共情 好吧 对 如果在这里面 这张逆位牌的圣杯王后排 代表的是你的能量 说明你可能会有一点点 emoe 会有一点抑郁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甚至是会有一点点爱喝酒 甚至是有的时候 需要借助一些 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吧 对 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说 代表的是对方的 这样的一个 代表你们双方的 这样的一个家长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我觉得更是这样子 好吧 你们首先双方家长彼此看 彼此其实都不顺眼 好吧 性格上面的话 也是针尖对卖 会有蛮大的 这样的一反反差的 好吧 所以无论你们 对 你们会有那种感觉 OK好 再看一下这张逆位牌的 圣杯舞 我觉得总而言之 用一句话去形容 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释怀了 他已经放下了 你们曾经发生的一些 种种的愉快也好 不愉快也好 他慢慢慢慢 他已经释怀了 他开始回忆起你的点点滴滴 他开始回忆起 在这场故事当中 你的一些好 他选择原谅你了 好吧 但是伤痛还在 伤痕还在 好吧 这张逆位牌的保健石 就是在这边 好吧 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的话 他选择放弃了 他已经倒下了 他觉得自己遍体连伤了 他没有办法再去坚持 他没有办法再去挣扎 好吧 我觉得你们之间 其实发生过蛮多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所以让他觉得 他自己的话会被背吃 好吧 他让他觉得 他觉得你并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妻子 或者说伴侣的 这样的一个人选 对 所以他觉得 他自己有一点点 哀莫大于心死的 这样的能量 所以总而言之 看这一五张牌 我觉得你们可能将来 即便勉强在一起 也会大家非常辛苦 对方心里面 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疙瘩 好吧 不过万事万物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好吧 爱拼才会赢 只要你自己想要的 想去做的这样的一些事物 你根据塔罗给你提供的一些信息 你针对着心情的去做一些调整 我认为还是会有大把 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取决于你想不想要 OK 这是我们第三种能量的信息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情况下 没有的话 记得给主播点点订阅 点点赞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